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米的支持平民坏거든 就是巴西,巴西上次需要IMF救, 只需要300億即30個Billion, 你想想這次一個希臘已經110個Billion Euro, 那Euro即是大概143個Billion美金, 現在比巴西的單數大成4倍5倍, 我問你總之任何一個國家出現問題, 你忘記世民可以救得到你, 你亦都可以忘記美國政府任何救得到你, 而這個問題是相當相當嚴重, 所以你不能只看希臘這麼小, 佔整個歐洲的2.6%GDP, 我們不需要擔心它, 這個星星之火可以療癒就是這個原因了。 講回美國市場方面, 其實昨天勒斯特克這個市場出來講話, 將會cancel 某部份的交易, 就會對成今日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買賣出現了特別是會推高了市, 某一段時間之內, 但可能最後又會回去跌勢方面, 這個是很短期分的,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例如你昨天好彩或者你有本事, 在最低位股票原本賣了60元, 它跌到30元或者20元, 30元被你撿倒, 它說2.9元你撿倒30元撿倒, 誰會這麼開心, 不夠10分鐘的股票升上58、59元, 你以為自己賺了20多元一股, 誰知道今天證據解決書真的跟你說, 對不起,我要取消這個買賣了, 它一取消買賣變成你賣空了, 你賣空了, 你會立即進市場買回來保倉, 這個它有一種很混亂的市場, 所以今天開市頭半個小時, 我們要留意這類事件, 即使股市是開始上升, 你不可以作不可, 你不要想著市一定會站在那裡, 不會回來的, 第一樣, 很多人見到市場波幅得這麼交關, 第一步我先看定, 對不對, 我先看定些, 然後看市場怎樣, 你不要看你今天已經是星期五, 如果你星期五, 我為何現在請英雄來入市呢, 對不對, 所以今天的市場應該會相當之靜, 然後美國政府就個個夾著, 希望不會再給歷史, 尤其是證監處不會再給歷史重演, 一按住市場看著, 今天可能的窄幅可能是百幾二百點而已, 當然這個都不是小, 但比起昨天曾千點上落的, 這個叫做小很多的了, 那我相信很多市場上的現在投資者, 都會保持有觀望狀態, 看看開始之前頭半個小時會做成怎樣, 但是有一個問題都要問一下Nelson, 其實昨天除了City Group裡面, 這隻Fatfinger按錯鍵之外, 另一個原因就是關於扭交鎖上面, 以及很多交易平台上用的一種交易工具, 就是High Frequency Trading, 也因為這個原因將昨天的跌幅擴大, 舉個例子, 就是有很多人弄了一些止蝕的水平, 譬如說當那隻股票或者指數, 跌到某個水平的時候, 就要立刻扶充它或者拋售, 很多時候昨天在大跌的情況之下, 就起到很多這些拋售水平, 令到昨天跌幅擴大, 現在很多人出來說, 美國方面是否應該出一些政策, 監管所有這些High Frequency Trading, 因為可能在一秒鐘裡面, 已經有幾百個order出來了, 是幾萬張的, 是幾百張的, 我現在講給你一個例子, 現在其實最大問題是怎樣呢, 扭交鎖和其他的Electronic Exchanger, 是沒有communication的, 我告訴你, 譬如那些order一來到FUD的market, 你去了扭交鎖, 扭交鎖看到市跌得這麼難關, 它是slow down的, 它不會trade through這麼多, 所以你昨天見到最大的跌得最大的, 其實不是在扭交鎖發生的, 是在外面的Electronic Trading發生的, 那些trading一扭交鎖不去, 它就知道將那些order發出去, 出現Electronic Trading, 那些不需要hold你的, 那些order一來到, 它就execute你, 因為那些是market order, market order譬如說, 股票原本是60元, 我跌到50元, 我就變成market order, 雖然股價跌到5元, 它照trade through, 現在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些order就放在那裏, 搞出問題了, 我現在我絕對相信, 證監處絕對要管制, 不讓有這個同樣事件發生, 即是要closer communication, between這個扭交鎖, 和其他外面的Electronic Exchange, 即是盡量減低為一個至兩個, 不要搞那麼多, 搞得太多, 這樣才可以停止不會有歷史重現, 所以有時候科技發達, 都成為人類的一個敵人, 或者一個很大的人為錯誤, 這次,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記得見到, 柳交, 證監交易裝, 不用請那麼多market maker, 就這樣用電子買賣都可以, 你沒有個人的因素, 要在這裏, 來停止這個市場的波幅, 我們見到這個不良效果就是這裏, 不過有一個很諷刺的事, 就是科技發達到, ms裏面有幾萬個order出來, 但是人只可以在兩分鐘之外, 才看到錯誤, 作出更正, 所以有時候這個錯誤來說, 都算是歷史性一個特別的事件, 不過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其實還有, 匯豐控股的業績想和大家分享, 留待今晚股金鐘, 我等你一會為大家服飾, 這個時間, 再一次多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祝你有一個愉快的生活, 我們今晚再見, 再見